美国最高法院2月21日开始审理 2015年巴黎恐袭事件中遇难者刚萨雷斯的亲属控告谷歌案 这起诉讼因涉及通信规范法中第230条款 格外引起关注 周二 大法官对谷歌因为其自动推荐恐怖组织招募视频的算法 承担法律责任的观点表示怀疑 谷歌也将在美国最高法院为自己被赋予的互联网平台豁免权辩护 此案的原告方称 谷歌通过旗下的YouTube协助和教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通过其推荐算法推荐来自该组织的视频 违反了反恐相关的法律 此前 地方法院依据第230条款驳回了这项指控 谷歌不必为平台上第三方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应在6月30日前做出裁决 且不排除会对230条款做出修改或调整 限制这种豁免的决定可能会颠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 尤其是Instagram TikTok和YouTube等严重依赖推荐算法的社交媒体平台 而美国国会尚未就是否修改或取消230条款达成公时 2月22日 美联储发布了1月31日至2月1日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显示联储官员大多支持进一步放缓加息 不过几乎所有人都赞成下调升息幅度 绝大多数官员都赞同在该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是适当的 但有少数人当时倾向加息50个基点 一些官员表示货币政策立场的限制性程度不够 可能会拖累近期在缓和通胀压力方面取得的进展 他们暗示准备进一步升息 将利率提高至超过12月预测的5.1% 总体而言 本次会议纪要比之前更偏鸽派 至少是两年来鸽派倾向最大的 在几家主要保险公司寻求并获得加州保险部门的保费提高后 预计许多加州司机的汽车保险费率将大幅上涨 根据Bank Rate的分析 加州人今年平均支付了2291美元的汽车保险费 比2022年增加了101美元 该分析发现 随着人们驾驶里程增加 驾驶安全性降低 损坏越来越昂贵的汽车 全美范围内的保费都在上涨 根据消费者监督机构的统计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 占市场份额超过20%的保险公司 获得了上调保费的批准 Geico Mercury和Allstate的涨幅为6.9% 而一些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涨幅较大 另有97项保费上调要求 从4.5%到近20%不等 最常见的要求是6.9% 因为超过这个比率就会引发公开听证会 带定名单上的一些大公司还包括State Farm Progressive Farmers和3A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 阿拉善左旗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发生大面积坍塌 造成多名作业人员和车辆被掩埋 已造成2人死亡 6人受伤 53人失联 新井煤业员工表示 这个煤矿大概有600名员工 当地应急管理局方面表示 目前有8支救援队伍 334名救援人员 129台各类救援器械车辆 9名安全生产专家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与此同时 内蒙古自治区已经调度临近地区 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支援 据彭博社2月21日的报道 中国已经要求国有企业停止使用 安永和其他几家全球知名的会计事务所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对数据安全感到担忧 据称是财政部发布的指导意见 建议国有企业与普华永道 安永 毕马威和德勤会计事务所的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 该指导意见是在中国政府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 允许美国审计机构检查数以百计在纽约上市的 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后发布的 据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称 境外公司仍被允许使用美国审计机构 但这些公司的母公司正被指示使用中国或香港的会计事务所